第1059集 因为这里的华人多 大家对家乡的东西都有种特殊的感情 而中医是他们更加容易接受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的中医知识 在看病的时候根本一点也用不上 所以当华鬼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无从反驳 现在我提醒一句 我们这里是中医交流 想要赢这场比赛 必须用纯正的中医 需要检查结果的人 现在可以出去了 华鬼向外一指 你 你不要太嚣张了 有人咬牙切实的说 一诊堂的许医生 他的确是不需要检查结果的 是吗 可惜啊 许哲他没来 他只是派了一个自己刚入门没多久的徒弟和一个黄毛丫头来 他认为他们真的能赢了这场比赛吗 哼 华鬼冷笑道 现在我再说一次 不懂中医学脉的 出去 那我懂学脉 我也看出来了病人的情况 最先把脉的那名中医道 这人的情况 无非就是石火导致的 哈哈哈哈 你确定 华鬼冷笑道 我要先奉劝你一句 对方的情况现在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如果你要固执地认为他是虚火 那就用你的方法试试 如果治出了问题 你负全责 这 那名中医有些傻眼了 这里是美国呀 如果真的闹出医疗纠纷 那是很麻烦的 而且啊 在唐人街的诊所手续方面 也不是很全 如果说事情闹大了 对他来说 真的是没有一点好处的 要么是 要么认输 在这上面拍照签名 哈哈哈哈 华鬼得意地大笑了起来 我移民的时候 所有人都告诉我 这片区域的唐人街是中医之乡 可是你们真的是让我有些失望 我真的 我太失望了 你们的表现简直就是垃圾 不 我不是说你们某一个人是垃圾 我是说你们在场的人都是垃圾 你说谁是垃圾 叶浩轩是真的受不了 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了 他不禁就怀疑 这货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妄想症啊 我说 唐人街 所有的中医诊堂就是垃圾 怎么 你不服气啊 华鬼冷笑道 哼 你会把麦吗 你不会的话就快蛋 哼 我会把麦 这是基础 我当然会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那么就请吧 我看看你到底有多高的水平 华贵手一身 对叶浩轩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无非就是一个阳虚火旺症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可我看你好像诊断出来的这个病情 好像是很得意呀 我请问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叶浩轩有些无语的看了这家伙一眼 这货是真的把自己当回事的 说真的呀 叶浩轩一看到这个男人 脑海里面就涌现出了 阳虚火旺症 而且看华贵那得意的样子 好像是看出来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病一样 这样真的好吗 哼 你果然有几把刷子 怪不得许哲会把你派来 华贵的脸色微微一变 直到现在 他才重视起了叶浩轩 说真的 其实他清楚 他呢 想在这个唐人街里面立足 首先呢就要做点成就出来 那现在整个唐人街 最大的威胁就是一枕唐 如果说能踩到这个一枕唐 那他以后在这里可以站稳 而且可以慢慢的向其他的地方发展 可是许哲是他最大的威胁呀 其他的人 那些医生们 他早就摸清楚了 但是这些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议诊堂 当初呢许哲派出叶浩轩出来的时候啊 他感觉呀 许哲这是在拖大 他不相信一个初学者 这医术会高到哪里去 可是到现在他才发现 叶浩轩比起其他的那几个人 那可是要靠谱的多 哼 这么说你的诊断也是这样了 叶浩轩笑了笑 那不妨我们变一下他的症状吧 正有此意 哼 花贵一声冷笑 这种症状的特点是 烟干口燥 轰热汗出 小便短翅 心烦易怒 口质红酱 病人来的时候脚步虚幅不稳 而且面有菜色 很显然 他现在是属于阳虚的症状 再加上他主宿的情况 基本上就可以断定了 那你倒是说说这种情况 他的病机是什么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 你真的需要说吗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还是崖崖头道 阴虚火旺属虚火 多有金盔血少 阴液大伤 阴虚阳炕 则虚弱 虚火内生 一般来说 阴虚内热多见全身性的 灶热相征 而且阴虚火旺 其临床所见 火热真相 则是往往叫集中于 机体的某一部位 一般来说 牙疼 咽痛的比较常见 但是这个病人的情况 又与其他人的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华贵是紧紧的抓着 叶浩轩话里的意思不放 他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可以打压这个叶浩轩一下 这种情况 产生的各种症状的激励 一是阴虚有热 阴虚则早 阴虚则静少动多 二是 一个或者几个脏腑的火旺 但他两者都不是 叶浩轩指着病人道 哈哈哈哈 你是一个逗逼吗 华贵哈哈大笑起来 你自己都说了 这种情况的机理有两种 它两种都不是 那你说说 它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这涉及病人的隐秘 不方便说呀 叶浩轩看了病人一眼 我可以说说你的情况吧 这个 并不会疑 你可以说 病人迟疑的一下 他点点头道 哈哈哈哈 行啊 那你说 如果你不说出个三长两短的话 我是不会罢休的 嘿 我就不相信你能说出来什么名堂来 华贵冷笑着 你的病情 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出现的吧 那个时候 已经是冬天了 叶浩轩问道 是的 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天很冷 病人点点头 他对叶浩轩的信心瞬间增加到了极点 叶浩轩连他什么时候病的都能弄清楚 看来这一次的医生比前几次都要高明 天气干燥而你喜欢吃辛辣 再加上天冷 那段时间经常的吃火锅 叶浩轩又问 这个好像是吧 好朋友从国内来 经常吃火锅 病人又一点头 而且你喜欢熬夜 每天晚上凌晨以后才睡 是 病人毫不犹豫的一点头 看看 这才叫中医啊 刚才被华贵奚落的一番人 马上找到了存在感 连病人的情况都弄得一清二楚的 这才是真正的中医啊 是啊 我自认为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但是某些人的水平 那明显的比这位叶小友 那是低了一大劲啊 华贵的脸色是相当的不好看 他隐约的感觉到不妙了起来 因为他发觉他跟叶浩轩的水平比起来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叶浩轩可以通过把脉 把病人的生理 以及生活习惯都能看出来 这个他自认为自己做不到 等等 叶浩轩 你貌似没有把脉啊 华贵这才吃了一惊啊 他记得叶浩轩根本就没有把脉 可是没有把脉 他为什么会这么清楚 你刚才没有把脉吧 华贵突然叫道 你没有把脉也没有问他的身体情况 你是怎么能做到 把他的身体情况弄得这么清楚的 谁告诉你 看病一定要把脉了 举若梦笑道 我这位小师弟 看病是不用把脉的 你们他妈的在逗我吧 华贵笑了起来 你这种人 要么是妄想症 要么就是疯了 那我请问我怎么就狂想症了 我怎么就疯了 我说的症状不对吗 和你诊断出来的不一样 叶浩轩反问 华贵傻眼了呀 他这才想起来了 叶浩轩说的症状貌似是 一点也没有问题 这这这这 难不成 他是你们找来的脱儿 华贵疑惑地盯着那名病人 有些狐疑地说 我放你妈的屁 纵然那名病人的素养 还算是比较好 但是他听到了华贵的话 还是几乎被气炸了肺 你才是脱儿 你们全家都是脱儿 你他妈的传单 发遍了整个唐人间 一天之内 老子被发了几次 我都差点忍住 没有报警 你现在还说 老子是脱儿 那病人怒道 你自己的水平不如别人 达不到别人那个层次 反而还怪我咯 什么华人疼啊 什么华贵一脉相承 我看你们祖上 是给华贵倒洗浇水的吧 那反正我是不相信 一个人的医术 能达到这种境界 我也不相信叶浩轩 能清清楚楚的 把你去年的身体状况 给弄明白 你还说你不是脱儿吗 华贵冷笑道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病人的病情来 至少我不相信 除非你能达到 旺气的境界 不错 我师弟就是能达到 旺气的境界 许若梦不失时机的 说了一句 这是我这些年来 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你懂什么是旺气吗 华贵哈哈大笑起来 他已经确定 这个病人是叶浩轩 找来的托儿 首先呢 旺气是怎么样的 一个境界 我是不知道 只是我有种直觉 只要是病人 只要他同意我给他看病 我不用切脉 我就可以弄清楚 他身上所有的症状 叶浩轩看了一眼 华贵道 而且这名病号 帽子刚才是你叫过来的吧 总之 我是不相信 你能达到这个境界的 这是我这些年来 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你知道旺气 需要具备多少的资质吗 你知道古代的大中医 有几个达到了旺气的水平吗 我不知道 那也与我无关 不过 我们倒是可以谈谈 你的身体状况 叶浩轩说着 看了这家伙一眼 嗯 行 你说 华贵冷笑了一声 他们画家世代是中医传承 他也深暗养生之道 所以说他的身体 一向都是很好的 叶浩轩不可能 从他的身体里面 看出什么来 你要是说的对 我马上宣布这场比赛 是我们华人堂输了 如果你说的不对 哈哈 你就趁早滚出去 并且让你们师父亲自上门来认输 你这种人 吹牛都不打草稿 华贵冷笑道 首先 你的胆囊切除过 原因就是胆管结实 看你身上的气息 切除的时间应该是十多年前了 叶浩轩笑了笑 华贵的笑意戛然而止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 然后下意识地摸了下自己的腹部 不错 他是做过胆囊切除的手术 可是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叶浩轩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可能啊 另外 你应该还有一个哥哥 只是你的哥哥五岁那年腰折了 叶浩轩又笑道 你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你们画家的医术确实有独到之处 而你身暗养生之道 所以你的身体很好 当然 身体保养的再好 也不是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 你的胆囊就是这个原因 你 花贵木等口袋呀 直到现在 他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的心中满是骇然 他不知道叶浩轩是怎么可能知道这么清楚的 不错 他是切除过胆囊 同样的自己也有一个哥哥 在五岁的那年腰折 可是叶浩轩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的 他会算命吗 又或者他之前调查过自己 想到了这里 花贵自己都把这个想法给否决了 因为他移民到这里不久 之前叶浩轩不可能认识他 那也就不存在调查他这一说 那可就真的是见鬼了 叶浩轩怎么能掐算的如此之清楚呢 难道 就算是他懂得忘记 那也太匪夷所思了 单纯的一个忘记 他能看出来这么多的信息 怎么样 对不对呀 许若梦一脸鄙夷的看着花贵 我师弟说的对不对呀 他说的对 花贵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虽然他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可是叶浩轩说的确实是一点不错 花贵搭了着脑袋的这句话 让周边的人都听到了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不可思议 虽然在场的人 这个中医水平不怎么样 但是他们也觉得 能达到叶浩轩这种诊病档次的 这是真的有点灵异了 他是怎么可能通过看一个人 就能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大仙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花贵的脸色十分的难看 他承认了叶浩轩说的对 那就代表着他已经输了 但是他还是不甘心 我是看出来的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反正我是信了 叶浩轩无奈地说 那医生啊 那我的病该怎么办啊 那名患者对叶浩轩的信心打增 他的病也折腾了不少地方 可是一直不见好转 叶浩轩小的 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事 只需要用六位帝皇丸 或者支柏帝皇丸 三天之内症状全消 不过你要改改你的毛病了 我什么毛病 病人诧异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我的生活习惯很好啊 当然除了熬夜 就是因为熬夜的原因 叶浩轩点点头 你的病情的起因 就是去年的冬季 你熬夜打游戏 因为天冷 所以你用取暖器 而且你还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喜欢 卢 听到叶浩轩的话 所有人都笑了 看那个年轻人满脸通红的样子 大多数人都清楚了 叶浩轩的话呀 并不是虚话 或许这家伙就是喜欢卢呢 这 年轻人善善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处 现在只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下去 而且你撸就算了 还习惯用右手撸 这个习惯不好 因为左手属于羊 右手属于阴 所以这才是造成你梦遗的根本原因 以后实在是忍不住的话 可以改为左手 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伤害没有那么大 不过 接阉式的撸 这是对你自己负责 以后可千万不要再不当成一回事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我知道了 我悔改的 病人红着脸道谢 这个毛病还是能借就借了吧 最好找个女朋友 因为男女阴阳调和 在大多数的程度上 比起你撸几发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 体验不一样 叶浩轩大笑道 听了叶浩轩的话众人又是一阵笑 的确 这体验是不一样 谢过了叶浩轩 那名患者 陶也时的跑了出去 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这里再待下去了 怎么样 还要不要再比一场了 叶浩轩微微一笑 哼 画家的医术 我还是很期待的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再挑战我一次 你 你说的是真的 华贵的脸上 不由地露出了一丝 期待的表情来 他刚才说了 只要叶浩轩 说出他身体的状况 不用比 这场赛事 他认输 可是叶浩轩 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